中華立山王公的婚禮 今年出港來自北部中華立山王公的婚禮 特別贊助新郎高校基盤技術庫廷 蔡偉好訓介紹禮拜 我們雲林鄉親到北部去 他們自發性組成的一個功德會 在姻緣際會下 剛好有機會認識這個功德會 會長 理事長他們提到說 學校可能如果在這個才藝 因為偏向孩子在學才藝的部分 是比較欠缺的 剛好功德會也有意義 要贊助我們孩子學才藝 所以我就在暑假開辦這一個繪畫班 因為當時 道理保養學生生態保養和技術文化 讓每一位新郎和小的學生 對蔡偉和實體都會了解 要讓他們的作品全網多人創意 連老師也覺得很一樣 我發現這邊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失地的知識 真的是超乎想像 因為很多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鳥 我問他們 甚至不知道的魚問他們 他們都知道 而且他們還跟我說 他的習性怎麼樣 然後什麼時候出現 這應該是今年的第一次的創舉 那之所以會把我們 在失地的這些特色 把它融入到校園的植物牌 也是想說讓孩子 他學了在我們失地一些 校本課程學到的東西 可以就是把印證在 他實際的這個生活裡面 中介書結合學校園附近 失地心態 對等級 導致幾位 擴定的新郎出身來說 依據某某的感想和告訴 我畫的是拾木魚 畫那個魚溫的人 在養殖的拾木魚 然後有時候還要混羊一些 辣辣 三中師弟 為什麼想畫那邊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特色 天命比例 然後這個就 魔鬼人 在他們現有的那個知識底下 我幫他們建立美感的那個 這一個部分 這幾天在蔡尾禮拜就會出現在新龍高秀每一個地方 初來來八月婚要學校中在藝術庫町 上新高月婚開後就會讓大家看見新龍高秀 繼續參觀到